何時長 你的經濟預報選股 合績盤中接近漲停 還有我們的智元漲停省準大漲5% 可是你今天的標題很聳動耶 港股暴跌難道台海要發生戰爭了嗎 台幣還大扁耶 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台海要發生危機了 因為港股整個.6%以上了 再加上胡錦濤前主席被強制的架開來 台灣股市台海有沒有危機 會不會受影響我這些獨家解讀 你一定要看啊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10月24日 台幣開盤12913點 中場收在12856點 漲37點 上週五Snap財報表現不佳 10年期美債殖利率一度突破4.3% 但好消息是FED考慮在12月放慢升息腳步 因此美股四大指數開低走高 受到美股影響呢台股今天也開高 不過盤中漲幅收斂萬三得而復失 是受到港股的波及嗎 後續盤施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家好 投資長謝謝你今天凌晨的時候 在Telegram告訴大家最新消息 就是華爾街日報表示 聯準會考慮在12月 禮拜五就發了啦 禮拜五就講了 考慮在12月就是放慢升息的腳步 12月要放慢升息腳步 你繼續說 那Fedwatch現在最新也顯示 12月目前升息兩碼機率是最大的 是 這個就跟大家講 這是很重要的利多 可是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為什麼 這非常重要的利多 因為Fedwatch的升息機率下滑了 應該說升息的碼數下滑了 反而12月三碼變兩碼嘛 好 我們再繼續跟大家講這東西 來 繼續說 好 那再來投資長 經濟日報選股合績盤中接近漲停 再來致遠漲停 還有我們的升準大漲5% 緊碩上漲2% 還有聯電盤中大漲4% 反而台積電有點小跌 那今天盤中漲幅收斂 想問投資長 是跟港股重挫有關係嗎 一定有關係 那港股為什麼重挫 對啊 為什麼 我可以說台股爆量下跌 台股那大跌本來就是爆量嘛 齁 那其實我今天標題講得很爽動喔 港股爆跌 台海是要戰爭的嗎 是 齁 同學會不會 同學 我覺得沒有你想那麼嚴重 可是有些資金會先落跑 你懂不懂啊 會先落跑 齁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一幕很恐怖啊 齁 你說一個前主 前國家主席 胡錦濤被讓他架離開了 對 被架走 欸 這很誇張一件事情 齁 那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要演給大家看的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在此之前有閉門會議 齁 大家有看到會議嗎 閉門會議以後才開放 對 大家入座以後才請他走 你沒必要嘛 那你閉門會議就直接走就好了啊 對啊 它是攝影機架好才請他離開 那有必要嗎 攝影機架好有必要嗎 也不要讓他看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 要給大家什麼 下馬威 齁 這個叫下馬威 那其實那代表一件事情說 欸 前國家主席 欸 我請他離場就離場 以後 我習近平主席說了算 這是一個很重要重要的一個暗示 一個訊號 那大家會聯想呢 會聯想什麼意思 那在這邊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以後就沒有清零政策 還是要持續的 嗯 你聽懂嗎 因為這個已經 這個清零政策變了 很多人覺得不理性 可是他持續要用嘛 因為一個人說了算嘛 第二個 還有什麼事情 第二個是說 欸 會不會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就是說 哇 計畫經濟啊 社會主義啊 我公司賺多少錢 我要捐一些錢給人家 嗯 是不是 美其民是要捐一些錢給人家 那大家共同有錢 可是 其實資本主義 齁 之前中國的類資本主義 才是讓他們持續發展的一個 這個主要原因 如果你全部用一個計畫經濟 我的努力到最後我都可以錢給人家 分給人家 我要努力什麼 嗯 是不是像馬雲 以前大家馬雲大家是想要成為馬雲 可是成為馬雲怎麼樣 下場可能很慘 喔 你聽懂嗎 是 馬雲那時候不是被抓了以後對不對 馬雲2022年送給投資朋友的三句話 喔 喔 他講哪三句話 哪三句話 欸 這是哪裡 你們是誰 我要去哪裡 蛤 蛤 被抓到了以後 看破地 蓋布袋 這是哪裡 你們是誰 我要去哪裡 你聽懂嗎 是 這三句話 開玩笑 這三句話 誰敢當馬雲 你懂不懂 對啊 你懂嗎 誰敢當這些創業家 所以這個都會緊張 所以資金外流 你看港股敵人這樣子好恐怖喔 那當然港股 可是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其實我覺得是悲觀也是好處 什麼意思 港股疊那麼多的時候 資金 台股也一定會流出來 因為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台海危機 可是兩件事是說 會不會攻擊是一回事 朋友你聽得懂嗎 我認為台灣只要不要刺激他 我認為不會 為什麼 極權 但極權政治最大的缺點是 習主席一個人說的算 要不要攻擊一個人說的算 可是 他今天不論是二十大會議 或者是胡錦濤主席 前主席被他搬離走 有沒有 那個都代表一件事情 他為了維護他的什麼樣 政治 生涯 他會做任何事情 那如果攻打台灣 不符合他的利益 他就不會打 可是你台灣也不能不給我面子 你聽懂嗎 台灣不要挑釁這樣子 我去台灣不要挑釁 這是事實話 因為要不要打他一個人說的算 我們講實在話 我不是要跟你講 這不是要 我不是要講 藍或綠不好 我們講就是論事 我要跟大家講 你不要給我畫上標籤喔 你不要底下亂留言 這個 我這個紅的 藍的 兩碼的事情 我要跟你講是事實 王綠宏 王綠宏 對 我要跟你講事實是說 要不要攻打其實現在變成 習近平主席一個人說的算 是 那會不會打 那他要衡量 那個什麼 那個 衡量權重 對 衡量那個 好跟壞嘛 對 衡量這些權重 衡量 衡量這些好或壞 利弊得失 那如果攻打沒有好處 就像烏克蘭這樣子 蘇聯 蘇聯攻打以後 沒有好處 甚至可能影響政權 我們畢竟還是有台海 一個 台海一個兩端 那你要登陸才行啊 你懂嗎 登陸沒有人家想想那麼簡單 你聽懂嗎 是 因為登陸還有後 後背補給的問題 你懂不懂 所以這個沒有那麼 大家想像那麼簡單 所以要不要符它最大利益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要記得雨傘運動的時候 港股的確有拖累台股 可是造成很多台商資金 反而回到台灣 但現在大家會緊張 台海會不會有危機 我覺得不會 可是會窮緊張 那也正常 也正常 因為你看到台幣扁成這樣 大家都會怕嘛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台幣 對啊 今天扁滿多的 跟亞洲股市比較起來 不應該這種扁法好不好 實際上台幣 還在扁 還在扁 那這個很危險啦 為什麼 因為美元指數 其實是有下滑的 台幣不應該這種扁法 你懂嗎 所以有些資金不計代價離開 怕台海危機牽連到 怎麼樣 台股 怕港股的下跌 是聯想到 我覺得第一個 二十大 本來就知道他要連任了 你要怕什麼 只是你不知道他對胡錦濤主席 因為其實有此意書 是胡錦濤主席提拔他的 把軍權交給習近平主席的 你懂嗎 有聽說過 那把習近平 他願意交給他裸退 全裸的退出 裸退 就是說我沒有要眷戀權位 我沒有要什麼 再扶植我人馬 然後監控你 像慈禧太后 我說我要退 結果怎麼樣 官需還地 我垂簾聽政 他沒有這樣做 胡錦濤他沒有這樣做 所以算是某種他恩人 把他嫁出產了 把他會怕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這個就是 裡面的政治鬥爭 只是代表一件事情 習近平主席如果你要 要影響他的政治權益的話 他什麼人 都可能做得出來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就好 這是很重要的邏輯 可是你有沒有台海 真生危機 如果我是他 我不會做這種事 沒有好處 除非你台灣不給我面子 好不好 這跟大家 你說追求歷史地位 問題追求不好也麻煩 那除了這個東西 台幣雖然貶 可是你看喔 朋友你不要那麼悲觀 你們看到 今天呢 加權指數12856 台子期呢 12882 怎麼樣 還有什麼 26點的正價差 正價差什麼 是台子期還比加權指數多 是不是 而且今天怎麼樣 進空 進多當然還有8000多口 所以你說正價差 這麼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要看喔 你看韓國股市展0.9 台灣股市展0.3 不應該這種展法啦 日經主展0.53對不對 你看上海股市 香港跌6% 我看一下 香港跌多少 看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是應該是景氣不好而造成 就像現在有人說法說 英國的這個首相幹得不好 讓政治景氣變差 欸 他跟首相在幹一兩個月而已 就全部的景氣都算他手上 你覺得 那麼打算對嗎 嗯 不太合理 所以這個就是說只是股市 就像是股市一樣 股市下跌趨勢的時候 利多也會變利多出境 利空還是持續的利空 那他只是推出一些政策 那在不自然的時機就這樣子而已 你懂嗎 這就算他倒楣啦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說今天韓幣也有扁嘛 是不是 韓幣扁一扁呢 我看喔 再扁下去喔 出國 好不好 或者在台灣去韓幣樓 沒有這好像兩個沒有關係 對不起 很冷的梗 韓圓又跌啦 又跌啦 其實韓圓又跌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港股5.8% 平常心 同樣我只問你一件事 年輕的朋友們 你有辦法像馬上出國嗎 那麼大 你在這邊有家人有朋友嗎 對不對 沒有辦法 你應該想的是 你不要去想改變 你不能改變的事情 嗯 就算你有錢 你也不一定想出國 想出去 重點是也還沒有台海危機 可是至少這50年來告訴你 只要你利用台海危機 你進場買房子 喔如果真的有跌啊 現在沒有跌啊 進場買股票 都是好買點 你們聽懂嗎 我還是要強調這件事情 都是好買點 好不好 那在這邊而已 我還是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不過台積電跌到600元 600元跌到400元 是國際股市問題 400元跌下去 是什麼 是台積電不願意維護 之前的股利支發放率 我說只要發放率 50%就好 賺39塊 發18塊 大概差不多4.8%的 怎麼樣 的 支利率 4.8% 就比美國公債支利率 來得高很多了 對 我說高層只要做這些東西 那現在很多人網友說 哇高層有沒有 一點點買股票 然後逢高呢 給老婆小孩自己 然後除清呢 這我不得而知 你聽得懂嗎 可是我覺得太陰謀論了 我的重點是 只要台積電 維持固定的股利利發放率 蛤 他說什麼 他居然說一件事 說 哎呀因為資本支出太大 資本支出光有什麼事情 資本支出是扣掉資本支出 比如說先給扣啊 扣完以後才有盈語啊 我盈語分一半有什麼錯誤 是不是 是 如果你資本支出影響你EPS 我們就少發一點嘛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情 來來來來 所以我的邏輯都講很清楚 那投資料 今天其實我還覺得 這感覺很減小 為什麼 我本來預測台穀安股市 一度會漲300點 沒有最多漲200多點 重點是最後收盤 居然給我漲個37點啦 你懂不懂 很不給我面子 對啊今天是開高走低 說實話真的不應該這樣子 我覺得有點過度委屈了 有點過度恐慌 像我已經不想要看股市了 我看一下 我是蠻榮幸的啦 像這種浪漢情的 你們還那麼多人 因為看我節目啦 今天量的也沒有很多 沒有到2000億 其實又多少了 1000 1700 1700嘛是不是 對 今天 直播人數1100啦 我就說不要叫人買 要發雞牌啦 我今天要說實話嗎 今天這種跌法 我覺得我發雞牌的機率大增啦 30%啦 11月19號嘛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因為你看喔 是不是我們如我所料 這股市好玩的地方 就是 如我所料 CPI可能是下滑嘛 所以他才說要降點 要降息嘛對不對 就是 升息機率不要高嘛 美國股市張起來了 欸 美國股市張起來 可是台灣股市就是不給我噴出去 我能怎麼辦 你們看一下喔 台灣股市這邊是14000 這14000點 有沒有看到 14000點嘛對不對 是 他已經快要回到10月初的高點 有沒有看到 台灣股嘛對不對 對不對 就14000點嘛 你們聽懂嗎 大概13900對不對 嗯 好 費半指數還沒有 可以看納斯達克有沒有看到 快要回到10月的高 快要10月的高點 有沒有看到 差一點點對不對 對 好我們看稻窮指數喔 稻窮指數有沒有突破10月高點 有 如果我們按照稻窮指數的位階 我們今天要14000耶 台股市委屈 嗯 委屈喔 你看喔 台灣股市這邊的位階 10月高點是13900 好 費半指數 10月的高點 是吧 10月的高點 來看清楚 在這邊 是大概 2000 差不多2000 差不多2400吧 好 2350 如果沒記錯的話 讓你看一下喔 是 如果沒記錯的話 不管 可是至少 已經接觸到10月初的點位嘛 對不對 我們看喔 如果10月的點位這邊至少要差不多多少 一萬 一萬三千 一百點 一萬三千兩百點 有沒有 有沒有 就能最爛的喔 他已經到10月 9月底的底部 非半指數是最弱勢 美國四大指數裡面最弱勢 他至少也 怎麼樣 開始打底向上 沒有錯吧 來到一個9月底的一個低點的這邊 以上了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台灣股市再怎麼弱 至少我要談個三百點嘛 也沒有啊 用最爛的費半的喔 我跟納斯達克來看一下 至少要談到10月4號 10月5號的高點的附近喔 所以換句話說 台灣股市如果談到這邊來 10月這邊 應該要這邊 一萬三千五百點 所以台灣股市本來就應該 還我700點到800點公道 沒有 我覺得大家太恐慌了啦 那有點像金融海嘯 我要打底嗎 打底 那 fine 你就打底 我只跟你講 一直很多人問我 台灣50有沒有出掉 我要告訴你 有台灣50 4千萬台灣50 不是3千萬了已經4千萬了 4千萬也不止了 已經超過4千萬了 超過4千萬很多 是 啊多少 如果你那時候你有看我 我的帳號修給你們看嗎 你每天看就知道 就知道多少了 因為我不想讓你覺得我在限負 可是我告訴你 我現在賠500多萬 所以你在算我每天賠多少 就知道我成本了啦 好 成本大概109元附近 108 109元 我看一下喔 因為賠多少要講清楚 免讓你們覺得我在胡扯 我不是這種人 賠518萬 賠518萬 好不好 慢慢跟大家講賠518萬喔 所以 你賠518萬 所以不必問了 有人說 蛇蛇不是賠518萬啦 Nuna是賠528萬 為什麼 10萬塊還有雞排啦 喔 可以不要跑 然後再加雞排 我們賠就賠了 再加飲料 Nuna不行賠 我們就洗門風吧 跟大家不好意思 好 好不好 蛇蛇預測錯誤了 既然今天被打300點 我就打300點啪啪啪 可是沒關係 我就是一條好案子 好不好 我是一條好案子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我也都預告在前面 來你們看清楚 34545夠高 喔 5夠高 有沒有看到 這是東碩跟金瑞嘛 我們看一下今天走勢 好 東碩 金瑞有點跌 可是不影響他多頭走勢 東碩喔 那金瑞呢 今天的小跌 可是你看到 我今天擔了喔 掀開股票喔 景碩 所以今天最強是甚麼 ABF宅板三胸 對 這10月17號要送的 我還是希望通常 趕快趕上 這個賺錢的一個目的 好不好 景碩 ABF宅板 怎麼樣 我也有買喔 是 我在這邊低燈的時候 有進場喔 我都講得很清楚喔 有沒有看到 景碩現在打底很漂亮喔 這是5夠高 這時候也送他 5夠高 5夠厚的 雞排 有沒有很厚 好不好 很厚的雞排啦 不然怎麼辦 來3189景碩 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3189的景碩 這個就是5夠高 所以已經掀開來三檔了喔 雖然這兩檔今天不好 可是之前都是一定是 東碩是好的時候掀開來嘛 對不對 今天是他不好的時候 我特別敢掀 我就跟人家不一樣 景碩今天也不錯 雖然有收散影線 可是你看一下喔 這個是景碩 8046的南電 有沒有看到 紅K 這底部打成型非常漂亮 好不好 這很多股票在打底 或者底部 直接反轉向上 你要記得我講這個東西 底部直接反轉向上 3037的星星 3037的星星 在這邊也要 當然我覺得季線都很遠啦 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季線都很遠 反而有機會噴出去 做事情要怎麼樣 要看正面也要看 反面也要看 對不對 看我覺得摺摺 好像還算帥氣 也要看我頭髮 有沒有真的禿頭 好不好 是 好不好 正的反的都很重要 你懂的意思嗎 不然你覺得不好看 那一樣 正的反的都要看 什麼意思 男人也是很可憐齁 你知道嗎 有時候還怕禿頭 當然我們要笑那些禿頭的人 好 來我說正的反的都要看 為什麼 就像這個一樣 3035 智原 尾盤才拉 暫停鎖死 它是很弱喔 到最後才暫停鎖死 我說我最怕這種 暫停一開盤就鎖死 為什麼 代表是單衝客 那今天鎖死1000張我覺得不多 代表什麼意思 凱基台北或者是這些 胡偉邦啊 這些單衝的人 現在鎖暫停不敢鎖那麼漂亮 所以智原你要去看一件事情 智原如果明天還在展 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 最愛單衝 最愛衝的那些 凱基台北或胡偉邦 他們單衝的量比以前少 而且不會一買就直接殺下去 或者是他們買了之後直接殺下去 可是有更強買盤衝上去 所以今天的智原展停板很重要 智原我也講很久了喔 3035智原喔 我有講喔 好不好 而且之前很爛的時候還在講喔 打底向上 這是跟大家講 這是智原這些股票 所以有些股票慢慢慢慢起來 你不要想要那麼差好不好 我就跟大家講 不要真的想那麼差 6719的什麼 立志 也怎麼樣 也漲停 你會看到這些股票打底了 這個都1000塊打兩折的股票 1000塊打兩折的股票 在這邊買進 1000塊打兩折的股票 在這邊買進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是說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去想清楚 想明白好不好 好 那除了這以外 這是立志 然後咧 然後這是立志 那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立志或智原兩個都智嘛 對不對 那這兩個你要怎麼智會型的炒股票 結果我跟大家講 這些股票是跌到不可跌 對 跌到很恐怖 是 跌到無以復加 跌到翻天覆地 結果現在開始打底 你現在我去跟你講一件事 我問你就是喔 立志喔 他立志他從1000塊啦 我問你那幾件事啊 等一下喔 他從1000塊開始跌啦 1000多啦 跌到251塊啦 我問你啦 從250塊漲到500塊會很難嗎 我跌到200塊再漲到500塊會不會很難 對不對 感覺不會 不會嘛 因為我又不是要漲到1000塊 是 我反彈一下就好了 我反彈一倍 我還是打對折啊 所以現在買很多股票 你是有機會翻倍的 可是都沒有 我講兩件事喔 第一個你不要初清股票 第二個 我覺得你要加滿 你可以買台灣50 買0056買00878 都好 勝過你什麼都不做 然後你不看完節目 這是你會成為 股市失敗者的最重要因素 因為你在這個時候 林青不相信我了 你要就從從相信我 你不要在那邊看做空的 沒有必要 你相信我 這個時候就像金融海嘯的時候 哎呦 4000點 都不準分析師都不準 你要看一年後 誰還在笑澳江湖啊 你以為我 我這樣砸幾千萬 台幣是開玩笑的喔 是要做廣告喔 同朋友 我們要跟你做廣告這件事情喔 我跟你講 我是要告訴你 老天要給我賺錢 我要賺給你看 我告訴你賺錢 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難看 那有網友問我 每天問我媽出來 我告訴你我不會出 我如果跟你偷出 任何偷出一張股票 然後沒有事先跟你講 我過程中下台一局公 我這輩子不當分析師 我再賠你一千萬 也沒問題 我卻做這種事情 很多人不了解我 私風之下人心不鼓 每個人都用嘴巴講 我對你多好 我對你好 不用 我過程中行為表示 我行為表示 也有很多人批評我 也有人不批評我 不批評我的分析師 我都不攻擊 我也不回擊 批評我分析師都只有一句話 我粉絲們 你可以回擊他一句話 你喊空就喊空 或你做多就做多 你做多 攻擊者則 轉移目標有意義嗎 你自己還不是賠很多 是不是 第二件事情 你做空你這麼厲害 那你為什麼不做空台灣50 為什麼不買台灣50 應該賺翻了吧 我賠500萬你應該賺500萬啊 你也不敢做 你每天在罵我 那不是好笑嗎 你也不敢像我一樣參加比賽 沒有意義 這樣反而被人家當作笑話 你聽懂嗎 都不需要 同樣我就是面對現實 我要告訴你 我就會活得很久 偶爾告訴大家 我現在是踏著我 你可以踏著我的雪前進 看你要不要踏著 看你要不要踏著 我一直跟大家講 立志這些股票都在打底 很多股票在打底 那今天說成熟製程 所以你看 危機是轉機嘛 哇今天說轉單 大陸轉單效應嘛 對啊 因為之前不是說成熟製程 公補應求 公過於求 是啊 我就跟你講 本來就不可能 你想太多 我記得好像瞬間就把那些聯電啊 台積電 那些工程師啊 或者說財務部門啊 都把它當白痴一樣 你懂不懂 好像擴展是一件很白痴的事情 你聽懂嗎 你看就我講了 三星為什麼要把訂單轉給聯電 大陸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說他還是覺得訂單很滿 他怕擴展有風險 所以他把訂單交給聯電 可是他還是要擴展 只是擴展沒那麼積極 那好處是萬一有萬一之一 警器反 怎麼樣 反轉 反轉的時候 我可以把你訂單收回去 可他還是要擴展喔 他只能沒有擴展那麼多產 代表是大家都預期 明年 警器還是很好 成熟製程還是有新的出海口 什麼新的出海口 比如說我每天車用的電子 這些零組件 這些經驗 這些經驗代購這些零組件 然後我還是需要 我每年還是要急速成長 還是需要 我高速運算還是需要 高速運算 有些是先進製程 車用這些相關我還是需要 你聽得懂嗎 所以成熟製程是怎樣 公補應求啊 你聽得懂嗎 你去問台灣車子 POSE啊 你去買個車子 都要等很久啊 比賽誰先下定金啊 你懂不懂啊 台灣有錢人比你想要多很多啦 你聽得懂嗎 敢花錢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成熟製程這塊 你看喔聯電第一次要打四十塊 這底配搭配搭 很漂亮耶 支援是在打底而已 勵志是在打底 聯電打很兇 我就很用力買 你不理我 那你看我今天39.4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 2303 很好玩喔 這2330 你看喔 我不是說台積電除以十就是聯電嗎 現在387塊 除以十多少 38.7 對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反而聯電比台積電強喔 你聽懂嗎 有一陣子台積電 四百多塊的時候 比如四百五 聯電三幾塊喔 四百五除以十多少 45塊 45 換句話說 四百五 台積電四百五 聯電應該四十五塊喔 聯電應該四十五 可是那時候三幾塊 可是現在沒有喔 像台積電三百八幾塊喔 可是聯電呢 三九塊了 是 三百八幾塊除以十不是 不是三十八塊嗎 嗯 現在聯電三九塊了喔 有點黃金交叉 我說除以十以後喔 對 所以你要想想看喔 股價很多股票 電子股 電子股怎麼樣 已經不好控了喔 我們那福利社有Amy嘛 有一個空降小甜心嘛 對不對喔 那他最近我跟他講 欸做空怎麼樣 他說最近股票啊 做空是有獲利 可是電子股 喔 最好怎麼樣 我說欸這個電子股最近 空應該下去很多吧 他說電子股其實很多股票 現在空不太下去了 嗯 我看看 嗯技術現行的確是啊 你看啊 我現在如果我去空聯電 喔 我在這邊空 是不是也不好做 我這邊空還被嘎起來 對不對 嗯 我除非是在什麼 兩個月前喔 八月份空才有漏喔 我如果在九月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Nuna看一下 九月 這邊是九月 對 九月以來空 是不是都沒賺錢 嗯 換句話說我這兩個月做空 你是你是怎麼樣 吃不到豆腐喔 被拔來拔去嗎 你吃不到豆腐喔 是 你想吃那麼多豆腐 你想吃我們豆腐沒有用喔 只會換到什麼 吃到臭豆腐而已 好臭 是 我這樣 吃不到豆腐喔 我就跟大家講 所以我要講的是股 很多股票都是不錯喔 這件事喔 ABU載板三雄可能是會 率先帶動喔 欣欣跟緊碩喔 好不好 那一樣0050 我就跟你講 踏著我成本 我成本109吧 108吧 我看一下這邊 108 好108就賺了 好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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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跟搭108就可以了 好那畫面給我齁 外資界也賣14 今天要賣14億 也沒有你想要賣那麼多啊 也賣14億 當然不應該今天賣啦 可是也不是一副就是 齁 怎麼樣 要攻打台灣嘛 要攻打台灣不只賣14億啊 現在純粹是信心問題 都沒有 按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所有賞物都跟你有資 有那個 有資一同 哇股市好賺 哇航海玩200多塊 我都要做多 你就賺不了錢啊 你就要是一副心態 哈哈你們都傻瓜 嗯 你們都傻瓜 對著著講的對 你們都傻瓜 我最聰明 我要堅持到最後 每個都講 人氣我取 人取我語 別人貪婦 別人貪婪的時候我該恐懼 別人貪婪的時候我該貪婪 欸 教科書講的你們都懂 實際上運用的時候你們都不懂 你知道 何必呢 撐下去 下去 你現在只能看我節目才能撐下去 我知道 因為我跟你說真的 連我都覺得盤送的時候有夠無聊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莫名其妙 可是我跟你講 每次我心中念越多又莫名其妙 它越會漲 有人說原泰 有人說 就是有原泰的 相關的券商研究員 或者是原泰一些 研究產業面 說原泰這些有外資 看法說 成長型的股票 營收可能不辦法出來 然後怎麼樣 我只問你以後電子值這些 B&W要跟他合作 這些電子值有沒有趨勢 你不能短期營收的時候 沒辦法出來 就看壞啊 是不是 我今天直播人數算蠻多的 哼 哲哲我知道你還有施法的錢 用力買 沒錢買紙箱 也不會啦 有紙箱啦 萬聖年到了 我要NUNA談談詩 大家都來閒聊 雞排每個都洗你家 欸 台北吃飯雞排 我們去台北吃飯雞排洗門風 不要動說三新聞 我跟你講 還沒講到重點就結束 欸不要再講 我們今天講很多重點喔 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留言區好多人喔 在留言喔 沒錢撐的 你真的沒錢喔 我是覺得一定還有錢 相信我 因為漲到15000就還有錢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至少不要砍嘛 沒有人在砍這邊的 真的 沒有人在砍這邊的 真的你真的砍你會後悔 好不好 啊我要跟大家講 我不是說哇 叫你們 哇 完全都融資又不停損 融資一回事喔 我先跟大家講好不好 風險你還是要自己參考 因為我們是合法分析師 那同朋友記得一件事喔 要加油LINE喔 要加油推軌 我推軌有很多假群組 我沒有那一種群組 又同時有我 又同時有我的助理 你聽懂嗎 是 你看我助理也不會發一些 什麼建議什麼簡訊 通通不會 所以那種假的群組 只要同時有我跟別人 我沒有什麼任何群組 什麼你一言我一語的群組 沒有 你要不要就試一下跟我喬喬話 你聽懂嗎 你要不要就管播方式的發出去 推播出去 你聽懂嗎 所以叫我LINE 加我LINE以後我會教你怎麼加入 Telegram 講得非常之清楚 Telegram 個人 你要記得加進去 加進去 除此以外 其他的帳號我通通不認 你不要被騙財騙色 怪我郭哲隆喔 你知道嗎 這跟大家講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跟你故意要騙財騙色 很忙 牛仔很忙 我們來看 來你看 這個就危機轉機嘛 晶圓成熟製程意外翻紅嘛 是不是 好我們來順便看一下這件事 來 今天基利科大碟 來跟大家講 我是金晶日報股票 是不是 哇跌停怎麼看 我股票跌就跟你講 我覺得他這邊 上禮拜也跌了以後就拉起來 因為你最爛的 你說大陸這種轉單效應 穿越盡量還不是漲啊 你聽懂嗎 穿越盡量還是漲啊 我今天當然 我另外一檔股票 核基怎麼樣 就拉起來了啊 你聽得懂嗎 核基也表現不錯啊 是不是 所以有強有弱 就現在選股票很難啦 可是金晶日報股票 我盡量誠實跟大家講嘛 是不是 還有8033的雷虎 有沒有拉起來 還有什麼 敦泰天玉我今天都有選喔 對今天都有漲 今天沒有一度漲 最後殺下去 沒有關係 可是你看喔 友達是一開始就弱喔 這些股票反而一開始搶喔 你聽得懂嗎 友達是一度殺下去 你懂不懂 敦泰本來跟天玉本來是 一度要拉起來 你會看到 開高有點走低 開高有點走低 可是至少看得出來 趨勢要準備向上 最壞已經過去了 你去看今天的例子 你去看今天的聯電 你去看今天的智源縮市漲停 你會發現到有些股票 很明顯在打底了 很明顯在打底 到底你要錯過多少時機點 你要感覺 你要感覺就好 你要技術現行也好 既然已經是最壞時機已經過了 好啦我承認今天漲的真的沒有想像多 我被啪啪啪 被打臉了 可是至少他還是漲 你要往好處想 港股跌那麼長 台海如果有危機 外資不是賣14億 你知道 台海如果有危機喔 不會直接 蔡英文總統直接問人家說 欸股市怎麼了 如果真的要攻擊了 他應該第一件事是要 因為台海有危機嘛 所以你們不要每一次 這40年來 只要每次有台海危機 逆勢加碼的人到最後都賺大錢 你記得 逆勢加碼的人到最後都賺大錢 只要犯得夠久 所以不論對我錯 我一切就遇到前面 行情比強中差 可是也沒那麼差 如果你覺得我講得不錯 欸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今天有一些股票 合計拉起來了 是不是 緊縮也拉起來了 是不是 智元也暫停了 智元很慘的勵志 講一段時間 今天好不容易也暫停了 看起來股票還不錯 哇哩哩 對 你講的是不錯 可是我到底現在要加碼 那個0050056 ETF還是買股票 啊到底要買什麼股票 我手邊股票 你可不可以救救我 或是做價差 可以 來電洽群 080668085 080668085 這通電話 或許可以幫助到你 這個LINE 這個TELICON訊息 我相信也可以幫助到你 不論對我錯 一切一切的預告前面 去想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 與預測各位 能夠賺大錢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播到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ICON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TELICON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頭部 0800 66 8085